好 没有升格的县市拼命找前途 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 包括刚刚有提到的花莲 花莲市呢 他们要这个三亿自来水公司的股票呢 希望让台水把它赎回 台水却已经负债四百五十亿了 他们说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宜兰东山乡也有自来水公司的股票 可是呢 同样台水也说他们负债无力买回 宜兰南澳乡他们是希望抵押公所土地以及建物 彭屋县刚刚讲的卖岛 云林要卖沙洲 再来南投卖沙石 卖了好多好多的沙石 收益有三十一亿 可是财政缺口依旧高达了四五十亿 依旧没有办法填补 辉文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头痛 对因为我们花莲市我想可能有点困难 因为花莲市现在这个市长 田中先生他是民进党 所以我们花莲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花莲市长是民进党籍 那现在的县党 傅昆奇他是五党籍的 那当然以前是清兵党等等 所以会不会说 因为不敢动啊 不敢动要钱的给你 那当然我们花莲市花莲县本来就很穷 那穷的也是没什么道理 但是刚刚主持人 你听到那个台水我是有意见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有 亲朋友在公家机关 什么国营事业上班 台水的福利好不好 你知道你去打听看看 非常好 你说负债四百五十亿 领到的事情 每年到年终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算说领多少年终奖金 台水的福利非常好 他那个配套那个package很好 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健保局 健保局在他改制之前 健保局的年终奖金好不好 好啊 大家都说 所以你说有公平吗 一个负债四百五十亿的 如果是民间公司的话 他有没有办法发年终奖金给他的员工 你不要说早就裁员了 早就倒了 那为什么我们这些都撑得住 台电也撑得住 台电负债不是算百亿 台电负债算千亿的 倒不倒不倒啊 一样发钱啊 中友一样发钱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你说县市没有钱 我呼应刚刚施晨兄提到 那个五都升格 五都升格之后 他们五都都在喊穷 你们五都都喊穷 那我们这种 这种花莲市花莲县这种 不知道是几等公民的 17县市都 我们怎么办 对我们更惨 所以现在其实要努力的这个找钱 你看像我们刚刚讲澎湖嘛 你卖里岛 问题是他的产权是国有财产局的 是要卖谁 云林县卖外散顶州 但是呢 没有登陆地 而且就我刚刚讲过几年可能流失啊 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钱从哪里来呢 真的伤脑筋 休息一会进广告马上回来